英文字幕 李宗盛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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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千山陈志美平安 今天我有一個台灣夢 我們要說王金浩義書 王金浩義書是日本時代出席在法門的人 她讀學是日本的工學校 中学讀教學 讀我們的中英中学 因為讀我們的中英中学 他來接受基督教 接受亞洲主義 教授的基督教 中英中学在日本时代 在学下出一個問題 就是 日本人只能 我們不去參拜 甚至是做理由 不需要正式成人人中英中央的学习 就这样 除了有些人 他后面想去设身上以外 一些人如果继续想要穿上的人 他们就到三年级 四年级 专设到日本的教会学校 比如说青山中央 比如说东西西中央 比如说明治学 他们的富裕中央 在那里继续他们的学习 在那里达到高中的比较学位 中央比较学位 然后率质去考他们的全国学校 还是台学 王金富余书他就用这条路 考到东京遗传 在东京遗传比较后 就回到台湾做遗书 1943年 王金富余书回到台湾 他做一个工作 是在台南生理病院 在那里做外国遗书 接下来他有数数 他回去跟班门在那里做遗书 他回书起来 那时整个班门 跟他一个合格的遗书 日本时代对这个团阳病院的控制非常重 因为日本人接下来的时候 那时在台湾的一些人民的反抗 在台湾的过程中间 使一个正式一个病院是40个 为了团阳病院来使是普通正式的40倍 为了这个原因 日本人非常重视团阳病的防止 总是到日本通知要结束的时候 在北国到战后 那些病症又开始起来 苦力、互乱、鼠疫 这些病又开始起来 王金富余书看到有病 做一个医生的这种 一亲自然就要摸摸 说在我们这里有这种团阳病 不过地方那些有头有面的人 他不是说这种小事你也在摸 这个王爺问问的就好了 就去穿一些鸡、鲁、骨、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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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叫虎牙、叫鸡、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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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一个组织 没有啊 那些团阳病的所有团阳 在那些团阳病在这些团阳病 还不是很严重 更严重的是 他们中间有一种病 做黑咖病 这个病就是阻塞性病病 流行在我们的班门 学家、布袋和尼迪 这附近这一刻 中间的人 咖、手会变痕 到最后没办法处理的时候 就要把咖、手、斩斩 为了这种艰难 来钓到虎杀的人 也不值得 以前他们在处理这种事 他们都认为这是做公子 有做不好的事 或是自己有做不到 在没得到的事 就是说有刑神在做怪 所以他们才会做这种病 不敢去人家 都偷偷吃民间的片方 有一次有一个在东京 神海台下架车的法兰客户高手 他来到台湾 他听到黑咖病的事情 这个东西 他要前面看看 王金普医师 就带他去看 他去看一个 叫做王公的青梅 去吃 自己住一间厨 那厨是破破破 只有在家里面穿 用检子粘子 带一托裂 说那麦皮是黑咖 凑凑凑 说那当闭起来的时候 让你去的味道 王金普医师想起来 让那个味道有救 happiest 想起来的时候还会怕 说闭起来他看着他的咖 上头黑咖咖 几个百尺的糖在那里咬 在那里咬 用的能切 通常那些家事非常疼 王宮在那邊一直開一直餐 出來之後 法蘭科有夠收就問王金毛衣室 這所在政府到底有在關心這人 信了嗎 說沒有 教會有在關心這人室 也沒有 就這樣法蘭科有夠收 跟王金毛衣室說 教會在這時候還在睡 他是中意看到的感想跟一些傢伙 先做一張牌 教會在台灣他食材幾人 幾個朋友 這些牌有一封 教會到孫李連 孫子國毛孫女的唱 1960年 孫李連 孫子國毛孫女 他來到幫忙這個地方 王金毛衣室是這樣描述他 說他是行動牌 他這樣看完之後 他就說 這個人 我讓他去抽策 爭一支 讓他們福建後送回來 他就都不用錢 說了沒多久 說來到就有兩台車 來到北門這個地方 是大家一台往北 要去中華紀錄拔併他 一台往南 要變廣動紀錄拔併他 健康的腦 這麼好的事情 不過不怕損 順利聯 順順的還沒出門 一共的無路歸騰 裁傍就上來 上來後就開始幫忙 勉費精緒的治療 王金無遺書是這樣處理 供應在門家裡帶兩位 一個勉費精緒 一個金貍精緒 處理醫療室分兩位 一個是看免費金屬 另外一個是看自己的金屬 早前看自己的金屬 也不看免費金屬 甚至他們這關心者 反正關心到一種程度 王金武醫師會回落 頂頭有記錄 說他剛才有反正 很散 後來過心 沒有錢買冠茶 說王金武醫師 就去找一些 對方比較有錢的人 自己又奉獻 自己購買冠茶 甚至到沒有人 王金武醫師就跳下去 頂頭的冠茶頂 王金武醫師在回送 他覺得說 那種大家做會 做對一個人有幫助的工作 他說那個感覺有夠好 王金武醫師對這些 黑咖扁的冠茶 不然是幫助他們 看病在手術這樣拿著 王金武醫師 還替這些黑咖扁的冠茶 成立一個 手工藝的冠茶 就是說這些黑咖扁的冠茶 有的長腳有的長手 他們要去普通的工藝做工藝 做工藝 做工藝 都比較不方便 王金武醫師就開始想 我怎麼幫助這個人 後來讓他想到 他來做一個手工的工藝 讓他變草丘 把他關一塊塊 在那裡蓋一個簡單的工藝 讓他們可以在那裡 來變手工藝的工藝 靠在那些草丘 來賺錢 來餘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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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 就在迴訊餘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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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 不需要我們再打第一線去做這些事情 1990年 王金浩醫師八十歲 因為受訓在醫療第一線的工作 王金浩醫師我們非常做的一世人 小時候在辦門大陣 去到中央中央讀書接觸基督信用 就這樣用亞洲基督的心最深 去到日本讀醫學 原來回到台灣做醫生 回到國鄉 在那裡照顧台灣一個很奇怪的病 五角病才反正 他這個醫生跟爸爸的醫生不同 他不只看他們的病 就跟他們做朋友 他們的時候就出去探訪他們 那些人看他來 送感情 送感情 發育到要死 要走的時候要跟他說 欸 沒進去生死 怎麼可以走 甚至他又苦惱到這麼黑咖啡的人 他們想要腳長手長 沒有頭路可以做要怎樣 替他們生理手工的東西 台灣歷史中間有這個人物 給我們看了一個真正在學習的醫療電話 我請 Yahweh 這一張 有這些事情 在這們 沒有